恒指已连续五个交易日处于五十天移动平均线之上 显示这次港股的升浪可能较预期为强 特别是内地政府正在推出多项政策来刺激经济 这会为港股注入更多的上升动力 因此 大家不要低估这次反弹浪的威力 不者估计这次港股会反弹至23000至23500点 手上没有太多货的投资者 仍有时间追入心仪的股份 只要做好风险管理 获利的机会仍然是颇高的 港股在近几星期是颇容易炒卖的 只要跟大队买入受为内地政策的股票便可以轻松地赚钱 以汽车板块为例 内地政府推出利好措施来鼓励市民买车 如果大家能够利用这机会尽早下注几大汽车龙头股 例如鲍吉利175 比亚迪1211和长城汽车2333 不者相信你们已获利润甚封了 不过 识买亦要识卖 一向被认为较安全的板块 例如水泥和基建 却突然出现明显调整 如不肯止蝎 损失可能是颇严重的 从来投资股票市亦必须做好风险管理和灵活转身 一旦环境转差便要尽早止蝎 以免被急跌的股份所伤 给你们看到里面的股票亦必须做好风险 Wish